繼續回到第三場的賽事 這一組二班千八 但只有九匹的馬跑 配備變動一號碼的發財先鋒 除了面箍,它就搓大眼罩 先看巧眼罩 就是這隻發財先鋒 我覺得這個眼罩對它起到刺激作用 因為它平時可能套的耳套 可能走得好像平淡一點 但是加了一個眼罩,它好像比較爽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加了眼罩的貨好像有點厚 貨就轉了蔡明紹跳 因為梁家俊停賽 但上次其實已經很賣力跑 都是贏不到 不過它好像一時時一樣 那些神租起勁 可能草雜比較聰明 後面那隻加州十大 沒有什麼變化了 形態上也好像粒粒的 跑落又是差不多 不同這隻 對,這些經常都神租很聰明 北極光 潘頓賀嚴,你怕不怕? 怕 跳起來就很聰明 這隻北極光 但我個人很喜歡冒險 北極 好,再看看這隻天使 它不僅僅急 我之前看過複裂馬斯跳過 那些馬都仍是… 可能上一次這麼久沒有跑 只是復出跑一場 有些粗身 還有急一點 至於這隻 小隻的健康快驅 但表現落到場相當厲害 上次跑千六 都怕它會有些慢 未必追得遲 而這次千八對於它來說是對的 好像是否都推它去跑 不過可能 他明顯的健康、體力 他清楚 好,這些真是好東西 天池怪嚇 真是保養得這麼好 贏不贏得一件事 你看人家跳過 跳馬的手姜誠又漂亮 這隻就勤得兼備 他也曾經有些缺貨的記錄 就六月初的時候 上次跑完就遲了服貨 不過這隻勤得兼備都值得尊敬 長長都近 好了,邵哥儀 他比對之前就真的不同 之前很狼亡 超級過… 就是裂鋒 很過度用力 你看你可以找回以前的影片 去比較一下這隻馬 已經不是這樣 好了,看看這組試襲 馬林裡面降鐵複星 跟著第三位最眼光 後面那隻叫做極速門冠 六月二十四日的試襲 大概是五日之前 看看前面那隻 帶出來的那隻是聖不嬌 那隻最眼光跟著他 但這一組這一對馬是最高分的 後面那些就迎盡天下 最後都追上來了 最眼光試得很好 反而後面那隻極速滿冠 就退到最後都沒什麼 那隻都是一般的 好,看看最眼光後面那隻 就是健康快驅 我覺得最眼光可能上次賴去 真是這麼久沒有跑 那跑了一場 那應該好些 回到第三場 就是二班跑千八米 雖然只有九隻馬跑 但是形勢都… 我覺得都挺強的 大家在近況上面 和神操觀感都很好 那譬如見美的當然是五 健康快驅 三、北極光 甚至一學的法財先鋒 都是好狀態 但是這隻法財先鋒 你見他似乎是一些 欠缺贏馬把握的馬 因為他每每入直路跟你鬥 他是平均速度 他很容易遇到一些 很後勁的馬 就會掩蓋到他 所以他經常都只是位置 這隻法財先鋒 但是他準成 後面那些馬 我想其實八、九都厲害 蕭歌儀和醉眼光 醉眼光真是挺厲害的 上次休息了四個月 一、三、三出來幾乎贏 這隻醉眼光 所以我想他其實在季中 稍稍停一停回一下 反而來到季尾還有一些好處 其實這組馬都幾多不錯的馬 那隻三、北極光 跟著是蕭歌儀 和健康快驅在那裡 跳來跳去一些路程都可以 另外醉眼光也都… 我想他跑了一水 始終那些馬 他都是一隻比較粗身一些的馬 跑了一場 背了重磅 而這樣跑了水 輕伸一點 這樣他上回來 而背了這個磅 我覺得他會比較好 但是比較來計 用力是非常少 三號馬、北極光 你告訴我 他上次有沒有跑過 在裡面不知道幹什麼 一直跟著前面那隻 就去混 祭遇不好 也沒辦法 但現在他跳 其實他都是喜歡很用力 豎起尾 這些基本上他都沒有什麼變 但是著實 他演出 他是一隻挺厲害的馬 還有排到三檔 會很幫到他 較為有不同 是白、蕭歌儀 我都說了 以前是超級亂用力跑的 跳功夫都是 上次賽前最後試跑 還要給我防山眼罩 但這次全部都沒有 像一顆耳套這樣跳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些不同 放鬆了一點點 這隻馬是有些不同 其他那些 你可以臨場再看看